其实不是二十几岁时最大的梦想做妈咪是小学八岁的时候 一样觉得小朋友是最最最好的 最单纯最令我最开心的一样东西 我日日看到她我已经觉得哇 这个世界已经是很漂亮 前段时间有网友晒出了张博之怀地斯坦的照片 照片中张博之小腹隆起确实很像怀孕的样子 但是张博之本人却回应只是多穿了条裤子而已 她从出道到现在的这些年真的算是大起大落了 1998年张博之被周星驰挖掘出演了电影《喜剧之王》 99年又出演了《心愿》 那时候的她美得像仙女一颦一笑倾国千尘 以为仙女会一直先下去 没想到后来就出了那件事 她的人生一下子跌入了谷底 被爆丑闻离婚变老憔悴 独自带着两个孩子 也没再有像《喜剧之王》心愿那样的经验之作 她的人设不再是有颜值有演技的未来天好人选 而成为了丑闻女星 好听一点的就是坚强的母亲 经常被网友调侃一手好牌打得稀赖 而随着最近被传怀有第四态的消息 第三态的生父之谜 有被网友拎出来说 当年张博之被爆有第三态的消息 令很多人震惊 一时间一论四起 大家纷纷讨论 三娃的爸爸是谁 连带着张博之老公是谁也冲上热搜 毕竟谁都没有听张博之再婚的消息 怎么就有个孩子出生了呢 就连前夫谢霆锋都被狗角围追堵截 逼问是不是三胎孩子的爸爸 最后还是谢霆锋的老爸谢贤发文澄清 三胎和谢霆锋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不管孩子的爸爸是谁 对这个孩子的出生 张博之是满心期待和欢喜的 说实话 小编还挺佩服张博之的做法 明知道不公布老公 只公布孩子会引来非议 他还是这么刚地宣布自己幸福产子的状态 而张博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小孩的人 在面对访问的时候 也表示过 只要孩子们长大了 就会想要再生多一个 一定会失楼了 所以我就继续伸下去了 继续伸啊 不断伸 等他们大的又伸 一个大的又伸 不得不说 如今的张博之走出过去一影后 获得越来越自信 也变得越来越有个人魅力了 有很多人重巢他离婚女人和艳照门当事人的时候 张博之早就跨出往事 过自己的生活了 有时候想到他会不自觉地想 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件事 他会不会像当时人们期望的那样 成为下一个张曼玉 会有一个了不起的信徒 可是人生就是没有如果 一个岔路口走错了 就再也回不了头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张博之是一个内心足够强大的人 作为一位公众人物 一件小事就会被推上风口浪尖 而他经历的渐渐都是暴风雨 他靠着自己走过了那些狂风暴雨 慢慢治愈了自己的心 又开始了自己的新的生活 作为当年喜欢过他的人 真的从心底里祝福 可以淡忘过去重获新生 一路顺遂 过去的对对错错 都让他们随风去吧 毕竟懂得忘记和放下的人 才更容易幸福呀 好啦以上就是小编 带来的这一期视频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啦